第2個問題跟第3個 當然我講過 你想到的應該不只這3個 可能還有第4、第5 如果我想後面你們自己可以再加上去 加的方法都一樣 第一個的話呢 判斷是否為數字 那哪幾個是否為數字 其實數字的話基本上 這幾個 總共第一個不用數字嘛 所以應該是什麼 2、3、4要是數字 OK那怎麼樣知道它是不是數字呢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第一個判斷之後的話 可以把這一段複製起來 應該是第2段 因為其實 這個不用是數字 第2所以可以把 Test Part 2 這個可以把它複製到這邊來改 那改哪些 如果Test Part 2裡面的資料 點Test裡面是資料 如果呢 它是 是不是數字的話特別注意 你可以用VBA 我們先把它控格 裡面的話有一個函數 VBA裡面有個函數 VBA點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想知道VBA裡面 有多少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先打個VBA點 點有沒有發現 它的所有函數呢 都會列出來 那其中有一個判斷的話 這意思 是不是 不是 你看一下裡面的資料是不是一個數字 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同學說 老師這個 It's Numeric 我不太懂 它是什麼意思啊 那有沒有一個說明讓我可以看到 很簡單嗎 我先講 按什麼 F1 有沒有 我問 應該有講過吧 F1 你優標放 It's Numeric 它會跳什麼呢 跳相關的說明 它跟你講 It's Numeric 這個函數呢 它會回傳 Booling Booling就是 True跟False 只有 是否 是不是數字 然後呢 它的語法相關的 底下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你大概就略看略看 因為它其實寫的 不是很好理解 有沒有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所以呢 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假如刮虎之後 是我理論上應該什麼 把它擋下來的情況是 它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有兩種表示方法 如果 It's Numeric 是不是 如果是的 我要把它擋下來 是等於什麼 等於 後面加一個False 等於False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數字 OK 這樣敘述 不過另外 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一種敘述方法也OK 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True 跟等於False 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OK 所以 我自己比較習慣是 不等於True 為什麼 因為我的口語表達是 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的話 這是不等於就不是 不是嘛 對不對 不是 數字 OK 如果等於True的話 是 那什麼原因 是 否 不 就是不是數字 反正 邏輯應該知道就可以了 OK 不是等於True OK 這樣也可以 那我做什麼 Rain 我就顯示出來說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反正這個只要看懂就可以 跳出一些訊息 阿拉伯 數字 OK這樣 然後驚嘆號 VB 看要是VB information還是什麼 VB critical Critical的話就是 警告嘛 XX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還要做什麼 就是 理論上應該要把裡面的資料給刪掉 所以其實應該 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刪掉 所以TestBar2裡面的資料 點Test 等於什麼 沒有資料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游標放在上面 並且離開 這個Sub OK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 然後 一樣的道理呢 把2做出來 然後3跟4 也把它做出來 所以可以複製貼 貼就OK了 請他改 我這邊直接乾脆拿雲端來 來貼比較快一點 可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把這邊 底下 這個清空 然後set for 把3跟4 我用貼的好 Ctrl C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就Ctrl V 或者你可以拿上面來改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FF OK 然後Enter 如果輸入是AA 有沒有 這個是BB 這個是CC 當然這三個都不對 所以按新增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這是 VB Credit Code 然後按確定之後應該什麼 把這個清空 然後呢 游標放上去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 OK 然後這邊 那 這兩個都不對 所以他等一下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一樣把這個清空 有沒有 然後游標放上去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呢 完全可以避免什麼 裡面的錯誤 清空 一定要對 你按新增 才OK 可是呢 第三個房呆 如果我今天輸入120分 或者輸入 負20分 當然不對啊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三個房呆 就是要把這個 把它擋下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第三個房呆應該是寫在這裡 應該要判斷 在 0到100之間 要怎麼防 那所以特別重要 其實也可以拿上面這一段來複製 改好了 啊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 如果 他 所以不是 就是他裡面的 這個詞有沒有 裡面的test 應該是什麼 如果我要把它擋下來的話 是小於0 或者 大於100 有沒有 或就空一個 偶爾 所以這邊打一個or 然後把這一行 我剛才直接複製到這邊來改比較快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大於 100 這樣就不OK 因為小於0 0分可以 小於0 那就負的 大於100 那100以上 那就 所以 只要是這個或這個其中一個 發生的話 那就應該幫我擋下來 應該什麼 請輸入什麼 0 到100之間 數字 數字 的數 是OK 這樣子 然後 一樣是vdcritical 然後游標放上去 一樣set for 所以這個其實都一樣 AjSARC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應該邏輯可以理解 然後再把 第3 跟第4 通通貼上 那這樣其實應該 就完成我們要的 這個 這個應該OK 大於100 兩邊 顛倒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把它Ctrl C Ctrl V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 fff 然後如果輸入是120分 -20分 然後-60分 看看會不會OK 新增 有沒有抓到了 這個刪掉 這個 這個 因為我這邊沒有加VD OK 這個又抓到了 有沒有 所以一定都要對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輸入正確的資料 它就過不了關 也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輸入到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兩個 房呆 雲端上都有 所以 如果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或許你也可以先 試著 拿那個 雲端上的先來 試著貼貼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